歡迎收看布基TV 我是布雷諾 這個影片呢 也是來持續向大家介紹我家種的沙漠玫瑰 這次介紹的沙漠玫瑰呢 有個很漂亮的名字 叫做紫精靈 想當然會叫紫精靈 那它的花色應該就是什麼呢 沒錯 紫色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沙漠玫瑰 它的花朵是長什麼樣子吧 GO 這個呢就是今天的我們的主角 紫精靈 紫精靈呢 它是紫色的沙漠玫瑰 紫色的沙漠玫瑰呢 是平常我們在外面會比較少看到的一個種顏色 相當的特別 而它這個紫色呢 並不是只有單一一種 而是它是有一點點漸層 在最外層的地方呢 在花瓣的最外圍的地方呢 它會有比較深一點的紫色 比較有點像是酒紅色的感覺 相當典雅 高貴 而在花瓣的外圍呢 會有更深的一層紫色的滾邊 而在末端的地方呢 會有比較收的比較尖一點 有一點劍瓣的感覺 紫精靈呢 它是三重瓣的沙漠玫瑰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朵呢 是今天才開用的花朵 而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花朵呢 在最前面的這裡是第三層 就是最內層 而在中間這一圈呢 是第二層 最下面的呢 就是第三層 形成了一個三重結構的花朵 非常的漂亮 而三重瓣的沙漠玫瑰 比起單瓣種 是多了一點立體與層次感 增加了許多的可看性 不知道觀眾們呢 喜不喜歡 這種顏色的花朵呢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個顏色呢 就會讓我想到一種葡萄酒的感覺 有點奇妙 而在這個花朵旁邊呢 它還有一些還沒有開 如果觀眾們呢 有看到其他更特別 更不一樣的沙漠玫瑰的花朵 顏色或是品種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跟我分享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你的朋友認識到 有更多不一樣花朵的沙漠玫瑰 而如果想要收到布基TV的最新影片消息 請按這裡旁邊的訂閱 就能收到最新的布基TV的影片消息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此告一個段落 我是布雷諾布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